丞相祠堂何处寻 景观城外百森森 应接碧草自春色 隔夜黄黎空好阴 三故频繁天夏季 两朝开戒老陈心 出师未解身先死 尝试英雄类满金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 游览成都武侯词时创作的一首诗 每每读到最后两句诗 总不由地想起诸葛两出世北伐 怎奈身体不知病逝五丈元的画面 多么令人惋惜 千百年来 诸葛亮的相关事迹 也一直被人们传送 其中当然包括 记载在三国演义中的 《蛇战群辱》 《空城记》等等 然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 难免会有很多虚构的内容 如此在您心中诸葛亮的形象 也难免会有些夸大 本篇就来盘点下 呈向诸葛亮一些事迹的真意假 武侯词答案是肯定的 在《三国之诸葛亮传》中记载 由是先主岁一两 凡三亡乃见 就是说刘备亲自前往去拜访诸葛亮 连续去了三次 才得以相见 而且在出事表中也记载着 先帝不以臣卑鄙 伪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自臣以当事之事 其中也是三顾 虽说可能三国演义中 描述的有些细节有虚构成分 但刘备真心诚意的求贤之心 和诸葛亮对刘备极其重要 是毋庸置疑的 三顾茅庐这两把火 在三国演义中 描写得很生动精彩 可是很遗憾 并不是诸葛亮干的 第一把火其实是刘备亲自操刀的 当时曹操派出夏侯敦 于晋等人带兵来攻打荆州 刘表派出刘备去博望县阻击曹军 双方相驰了一段时间后 刘备设下埋伏 故意烧掉营寨假装逃跑 夏侯敦追击 中了埋伏被打得大败 而第二把火是不存在的 三国志刘备传记载了 刘备打败夏侯敦后 向南转移 越过了新野 在襄阳隔江对岸的樊城驻扎 而此时刘备才有闲下来的时间 去三顾茅庐呢 荆州局部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了 当时刘备和诸葛亮一行人 逃到了下口 诸葛亮对刘备说 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很危急了 请让我奉命出使东吴去联合孙权 和我们一起抗衡曹操 于是 诸葛亮到了东吴 直接和孙权展开对话 孙权问 诸葛亮答 再问再答 大致内容可归为三点 第一 向孙权说明情况很危急 必须立刻做出反抗 还是投降的决定 第二 用言语激怒孙权 我主攻刘备虽然冰少 但是坚决抗曹 你将都号称附朔之地 却想着投降 第三 道破曹军的烈士 严明孙刘的优势 给孙权信心 就这么折战孙权促成了孙刘联盟 至于三国演义中的折战群儒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但相信诸葛亮有这样的口才 折战群儒在三国演义中 说是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能 给他出难题 要求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出十万之剑 否则军法从事 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 于是趁着大雾 骗了曹军的十万之剑 很遗憾 历史上确实有借鉴仪式 但并不是诸葛亮 而是孙权 据魏略记载 公元213年 曹操在如西进攻孙权 当时孙权乘坐大船 来观察曹军的虚实 曹操命令用剑乱射 大量的剑射中船的一边 孙权又让船掉头 另一面也被射满了 船平衡后 孙权返回 故草船借鉴 是为了美化诸葛亮的形象 其实是蛮不真实的 草船借鉴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斗勇 诸葛亮总是略胜周瑜一筹 便有了寄生于何生亮的经典俗语 然而这也是虚构的 就此说明三点真相 其一 周瑜的死和诸葛亮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时周瑜在井口面前孙权说 他想带兵去讨伐刘章 得到了属地 攻去北方就有希望了 孙权同意了 周瑜正去准备行装 路过巴丘的时候却发病去世了 其二 周瑜其人心情开朗 宽宏大量 狠得人心 只与诚谱不合 并不是像演艺中那样小气 其三 在历史上 诸葛亮和周瑜并不是主角 主角应当是刘备和孙权 诸葛亮是基本没有可能和周瑜直接针锋相对的 荆州七郡三国演艺中写道 刘备一灵战败后 陆逊带领军队追杀 诸葛亮用八阵图阻击陆逊 他才退军 然而史书上只记载了诸葛亮曾推演兵法 做八阵图却并没有说陆逊被八阵图所困 真相是刘备战败逃走后 陆逊并没有亲自追杀 而是把视线转向了淮南一带 防御曹魏的进攻 因为陆逊深至屏东吾的力量 还不足以置蜀国于死地 曹魏雄距北方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陆逊围困八阵图 黄承燕指陆月读完三国之诸葛亮传 就知道诸葛亮一共五次主动北伐 一次是抵御曹魏的进攻 而真正出兵齐山只有两次 五次北伐分别是 公元228年春进攻齐山 公元228年东围攻陈仓 公元229年进攻武都 隐平 公元231年进攻齐山 公元234年出兵武藏元 诸葛亮北伐先说空城记 三国之记载 当时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马宋没有守住接庭 失去了战略要地 蜀军只好撤退 诸葛亮把西县几千户百姓带回了汉中 首次北伐告中 并没有提及空城记 而且首次北伐司马懿 并没有参与抵御蜀军的工作 他本人远在晚线 再说火烧上方鼓 史书记载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 抢占了武功的武藏元 在那儿开始屯田耕作 以防清凉不足 和司马懿足足相持了几个月 诸葛亮数次挑战 司马懿军兼必不出 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金国妇人之事 想要及司马懿出战 司马懿仍不出战 不久 诸葛亮病逝了 蜀军依次撤退 司马懿前去巡视蜀军的营地 发出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的感叹 所以火烧上方鼓也是虚构的 诸葛亮这次北伐 吸取了前几次缺粮的教训 开始屯田展开了持久战 怎奈司马懿此人擅守又长寿 北伐并未成功 武藏原地理位置 诸葛亮从随刘备出山到武藏原病逝 为蜀汉效忠了近三十年 刘备死后 是诸葛亮撑起了疲蔽的蜀国 而后又为北伐中原 兴富汉士的政治理想努力着 虽说诸葛亮绝不像演绎中的那样神 但他依然值得我们敬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